美国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 Gallop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 41%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敌人 这是中国连续第四年被视为美国的首要威胁 其次是俄罗斯 有26%的美国人认为俄罗斯是美国的最大敌人 伊朗以9%的比例排在第三 盖洛普的调查还显示 有9%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 而5%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自身是最大的敌人 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认为北韩是最大敌人的4% 虽然中国和俄罗斯仍然被视为美国的主要敌人 但今年这两个国家被提及的比例比去年有所下降 分别减少了9个和6个百分点 相反 认为伊朗是美国的主要敌人的比例增加了7个百分点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媒体报道了以色列和哈马斯、Halmas的战争 以及伊朗在背后支持也门的叛军组织青年运动 OT加大了对区域的攻击行动 包括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对红海商船发动攻击 值得注意的是 有5%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自己的最大敌人 这是盖洛普2001年首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来的最高比例 此前 只有不超过2%的美国人这样认为 此外 有2%的美国人认为 以色列和乌克兰是美国的主要敌人 这个比例比去年有所上升 但以色列在2020年也曾达到过同样的比例 与此同时 认为北韩是美国的主要敌人的比例持续下降 从2018年的51%降至2019年的14% 而在过去一年里 这个比例从7%降至4% 盖洛普的这项调查是在今年2月1日至20日进行的 作为年度世界事务民调的一部分 在民调结束后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 要求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从TikTok撤资 否则将面临全国性的禁令